川普在共和党内支持度居高不下,美国总统大选初选开始,民调显示,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内支持度居高不下,有可能再度成为候选人,角逐白宫大位。 而美国两岸问题专家葛莱怡21日时在社群软体上分享了川普去年受访的影片,并提醒台湾要小心。 对此,资深媒体人陈凤新22日就表示,对台湾而言,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,不是只有台积电要做好准备,引发讨论。 葛莱怡在21日时转发美国社会文化网站《智识论者》贴出的福斯新闻去年专访川普的影片,并称,很抱歉,川普,台湾并没有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,台北要小心了。 陈凤新22日在政论节目《绍康战情事》中表示,川普现在有95%的几率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,5%只是我的保守而已。 他有6成以上的几率会在今年年底选上总统,在明年1月的时候正式入主白宫,成为新一任的主人。 陈凤新指出,我觉得现在有许多人都在共同焦虑,比如说纽约时报就是很焦虑, 他担心川普如果重新回归,对美国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。 同时陈凤新也指出,对于葛莱伊来讲,他跟民主党的关系向来是良好的,他跟台湾关系也很好,尤其是跟民进党的关系也很好。 他贴出川普在去年7月福斯新闻的专访当中的内容,他提醒的不只是台湾,提醒的更是跟共和党关系良好的民进党, 现在全世界会因为川普回归而出现剧烈的变化。 陈凤新最后更说,对台湾而言,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,不是只有台积电要做好准备。 陈凤新认为,台积电做好准备了,美国的建场时间通通往后延,现在拖到了2025年, 然后二奈米厂要设在新竹跟高雄,直接宣布两个厂,这些都意味台积电已经准备好了,如果川普回归,他知道跟白宫是没得谈的,我觉得台积电准备好了。 曾被欲为川普最大威胁,共和党明日之星的美国佛州州长迪尚特,Rong DeSantis, 21日宣布退出共和党总统初选,据悉,他自知赢不过川普,没有理由继续浪费时间和金钱, 退选的同时也宣布支持川普代表共和党出征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,15日在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以第二名作收的迪尚特, 昨日发布影片,宣布退出共和党党内初选,转而支持川普。 他说,如果我能做任何事来获得更好的结果,例如更多竞选活动、专访,那我会做。 但如果我们无法明确取得胜利,我不能要求支持者贡献时间、捐助资源。 因此我今天宣布终止我的竞选活动,迪尚特接着宣布支持川普,强调, 虽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多个方面不认同川普,川普比现任总统拜登好,这是明确的。 迪尚特退出,如今共和党党内初选将剩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, 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海莉·妮提·黑莉与川普的一对一对决。 CNN指出,迪尚特是在与金主沟通数日后决定退选。